拼命用力摇门 试图把门撬开 但发现门锁住了 两名男子开始在附近徘徊 寻找可以进去的入口 就算看到监视器 两名男子还是不及不徐 这里是玩具收藏家疯狂大叔 位在基隆七堵的玩具仓库 日前才造五名窃贼分工偷走六十箱库 伯利克雄以及公仔损失将近五百万元 没想到在十七号下午四点多 又两名窃贼企图闯入行窃 让疯狂大叔崩溃大喊 真的快疯了 两名窃贼虽然没有成功入侵 但是回到事发现场 填门上出现好几个凹洞 通通都是窃贼留下来的破坏痕迹 而警方获报后也立刻以车牌追人 火速在基隆中山一路逮到两名男子 十八十几栏货盖车 车上有许姓 林姓两名涉嫌人 全案申寻后将许姓林姓两人依触患窃盗未遂罪 以请基隆地检署侦办 而根据警方调查 这两名男子跟先前五名嫌犯同样都是毒品人口 和其中一名成姓男子又是独有 三个人先前就一同到仓库来探点过 而17号落网的五名嫌犯原本是要到深山里开毒趴 但起歪念偷玩具分工超缜密 有人负责租仓库 有人提供车辆租车开车破坏门锁都是不同人 今天为什么换掉了 有些已经换了 而现在凤凰大叔要再增加防盗设备 招来保全公司加装保全系统 不让自己的宝贝珍场又在面临被偷走的危机 在一起我林中央是很精彩的了